奇瑞汽车和长安汽车水的技术更好呢 答案是奇瑞 奇瑞呢拥有更强的一个自主研发能力 它的发动机在国产里面敢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就在核子里面也没有几个敢跟它叫号的 不然日本人春心中工也不可能大量采购奇瑞的发动机 再一个奇瑞现在也自主研发的一个福珍8IT变成箱 最后变成箱虽然是和德国的吉福一起合作完成的 但是奇瑞参与了整个的研发过程 而且还控股没有任何问题 他这款福珍8IT简来就是要取代这个格特拉克和三级柳州的七挡四双离合的 如果这个变成箱呢不行的话 奇瑞不会这么下功力的 也不会拿起石头砸起自己的脚 但是目前来看呢 又发不如往还有这个星图林云上面 还有这个街图旅行者上面 目前来看还是可以的 但是终究又能用住后期的稳定性怎么样 后期的稳定性怎么样 后期的稳定性怎么样 连接以后就见分巧了 我相信这个变成箱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几年呢 在这个新能源这一块呢 发力也是很猛的 特别是今年和去年发力很猛 长安呢 这个车企呢 怎么说 自己的蓝晶的1.5T 2.0T发动机也是非常优秀 也是非常棒 很好啊 也能用住 那么变成箱这块呢 几乎就是说用重庆青山双离合和爱新的8IT变成箱 新能源这一块呢 比如说Avita和长安斯兰 但是呢 效果能一般般 这种研发能力呢 还是这个 区域更强一些 他们的主销车型 就是六虎八系列 还有这个长安75plus 两代车实际对比呢 长安75呢 外国更加年轻 时尚运动 适合年轻人 六虎八系列呢 更成熟稳重 适合中年人 实际开起来 底盘的隔音机 扎的很正硬 都差不多 大差不差 都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但是预刷十多万买SUV 我跟你讲 永远逃不掉 这辆车型 再一个就哈斯福人16 还有极力心愿 总而言之 咱们现在国产的一线品牌 现在越做越好了 好